ROMBAN 台湾花莲场第七年在吉安湘举行 星期天的上午 香港游淑珍和各个协办单位志工伙伴们 陪伴长者共同出发 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希望可以唤起各界对失智症的重视 同时也关心失智症照护者的需求 要营造社区的友善氛围 ROMBAN 台湾在吉安湘暖心齐步总 举办到现在有七年 香港游淑珍陪伴失智症家属参加推广活动 而令人感动的是 从第一年参加人数三百多人 年年攀升 今年更是高达千人共同参加 场面非常热闹 ROMBAN 我们陪伴是不分 刮风下雨 太阳跟早上黄昏 对不对 所以我们365天 24小时 谢谢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社团 都关心我们 一起挹注我们的力量 那在去年 我们从麦当劳走到 我们的哈喽公园 旁边有多少的人 来关心我们 地上茶碎 送上点心 还会帮我们加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 跟着老家 跟着紫妻 跟着富方 跟着紫妍相公首 跟着我们的议会 跟着我们的县长 跟着我们的立委 跟着每一个关心我们的人 走到底 年年都来好不好 我想今天这个 Round by 陪伴失智症家属 跟这个失智症者 一起出来走 这个 采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友善自者 社区相伴 这样的一个口号 经过了这七年 我们不断的这样推广 我想大家对失智症的认识 也更多了 那真正的希望能够做到 让这些失晋 失晋者跟失晋家属 能够不孤单 我想大家以一个同理 跟接纳的态度 来这个接纳这些 受伍的这些受失晋人员 这些家属 还有这些失晋者 那一起 来创造一个更好的 更友善一个社区 友善失智的环境 花莲市与吉安乡 有17个社区据点 长者和家人 志工伙伴们 星期天上午 从宜昌国中出发 终点是哈喽公园 沿途乡亲也热情相挺 友善店家和民众 都给予交打气 希望借此提升 社会对失智症的关注和理解 沿途也向民众 来推广失智友善的理念 而活动终点还设有 预防失智症的游戏 还有闯关活动 吸引民众从中掌握 失智症初期征兆 还有防护测试 要让大家更重视预防 也早期发现 介续会节安乡报道